在逛街的时候 捡到了200元 但在钱里面 居然夹了一张这样的纸条 借你寿命十天 这个是前几天 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张照片 不知道是真的 还是网友故意拍的段子 但在我这里 就有个类似的故事 你要不要听听 在日本生传了一个都市传说 传闻做了噩梦的人 只要拥有特定的方式 就可以把灾难期噩梦 转嫁到别人的身上 据说这个方法 皆是神明 且故意 准备好了吗 故事一 买卖梦 现在风哨 男人与女友 他认为这是神给他的香油钱 是神给他发的红包 所以他就很不客气的笑纳了 可是自从说了这个闲话 恶运便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从那天起 男人的女友就见不到他了 给他打电话吧 要么头痛 要么肾疼的 惹得在一旁 听到他们谈话的 神道小鬼秘便打去的表示 女人的男友 该不会是被什么东西给缠上了吧 女人呢不想跟他聊这些 便准备找个借口离开 可是刚没走多远 他就如那天的男友一样 都很幸运的 在路边发现了钞票 记得那天 他是与男友一起去拜神的 但是神只给男友发了红包 难道这个是神后补给自己的红包 但就在女人准备笑纳的时候 闺蜜及时嘴上阻止了他 闺蜜很慌张的问他 你知道买卖梦吗 觉得有人做了噩梦 或遭到不幸 那他就会把这些厄运 托付在钱上 摆在路边 这个时候呢 如果人捡到了这个钱 就表示买卖成立 厄运转移 那么这个捡钱的人 就会变得厄运连 女人听到了这个说法 便想到了从捡钱后 就消失的男友 于是他很担心的 给男友发了一条短信 问他知道买卖梦吗 然而这条短信刚发完 女人就在路边遇到了男友 可是此刻的男友 戴着口罩神色慌张的 并没有发现他 就在女人想上前 喊出男友的时候 他看到了远处的车 冲着男友急尺而来 再伴随了一阵急杀的声音 他的男友 躺在了车轮地下 个儿皮 但这并没有完 在男人遇难的瞬间 一张被头发包裹的钞票 冲着女人过来 见到了这样诡异的一步 惊得女人顾不得 替男友收拾 把腿鞭炮 故事一到此结束 故事二 蓝色的戒指 民间传闻 飞弃了很久的老房子 请谨慎进入 里面的老物件 也莫要动 不过呢 有些人就是不信这个的 比如我们的女主 而且他还带着男友 先来这里探险 进来后 这里似乎与女人 之前所想的很不一样 他没有想到 这所飞弃很久的老房子中 居然还很是干净正经 在四处翻看中 女人就发现了 一枚蓝色的戒指 这枚戒指精致漂亮 女人对此爱不失手 于是他就把它 当作了战利品 拿回家了 回到家 女人带着戒指 打开了录像机 开始欣赏 白天与男友的 惊险探险之旅 我们都知道啊 日本人在进屋的时候啊 都会说一句 我进来了 但是从录像机中 女人发现 当她说完这句话后 她仿佛听到了一句欢迎 并在女人找到戒指的能喝 在她旁边的窗户上 似乎还站着一个女人 这让女人惊吓不用 难道传说中的灵异事件 真的让自己遇到了 就在女人被惊得 尖叫连连的瞬间 她的电话响了 不过当女人接到后 听到的却是 这也太吓人了吧 女人赶忙把电话给丢了出去 但这并没有完 录像机还在继续的播放 视频中 看着女人戴上了 那么一戒指的时候 还有只手从门后伸出 她似乎是想从女人夺回戒指 而且在下一瞬间 这只手居然从摄像机中 来到了现实 她一把抓住了女人的手 接着一颗头颅 从桌子底下钻出 她似乎是想说 还我戒指 故事到此结束 不乱拿别人的东西 是不是就没有这些事了呢 自找的 故事三 完形崩溃 完形崩溃是一种心理现象 比如我们长时间看一个韩字 到最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字会变得很扭曲 很陌生 这就是完形崩溃 那如果照镜子 不断的重复说你是谁 最后真的会变成 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相信吗 我们的女主宫内早苗 在对着这件事后 她就很不信邪的想试试 于是她独处一时的 对镜子不停的问自己 你是谁 可是最后就被 喊吃饭的妈妈给打断了 隔天 公公与别的小熊挂尸的 闺蜜逛街时 讲这件事 闺蜜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她要回家试试 可这一试 闺蜜便音讯全无 直到几个后的一天 公公终于把闺蜜给约了出来 但是她发现 无论自己对闺蜜说什么 她都没有反应 那感觉就像 我跟你很熟吗 而且在那天晚上 她突然接到了 闺蜜的电话 闺蜜向她问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 她问公公 自己就是自己吧 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没有另外一个自己了吧 公公听到这话 终于知道闺蜜出事 于是她反问闺蜜怎么了 可那头的闺蜜又开始 不断的闯入 自己没事 自己没事 直到电话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男生 昨天 公公的生活 还跟往常一样 虽然她知道闺蜜出事 但一点想去看的意思都没有 不过在买水时的时候 她倒是遇到了一个 别着小熊挂架的男人 但直觉告诉她 这个人好像就是闺蜜 故事到此结束 完形崩溃 真的连长相都能编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故事就是故事 别当真 故事四 凶宅 全国各地都有一种 叫做凶宅的房子 这种房子呢 对一般不相信的人来讲 就是物为价廉的好方圆 但对那些深度迷信 且胆小的人来讲 那就是绝对绝对不能碰的房子 但男主却是个例外 他不单迷信且胆小 可他还是选择搬进了之所熊宅 毕竟都混到吃泡面 喝啤酒的地步了 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虽然物内的是三位 看的蛮恐怖的 但和穷相比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凡事都有两面性 咱们换个方式思考 这三位活的时候 也都是为娇弟弟的美女 那此时此刻 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能有三位美女 陪着吃泡面 喝着小酒 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啊 于是男主每次与朋友通电话的时候 都会炫绕一番 不过他时常也会想 如果这些女人不是飘就好 那就能陪自己说说话 刚想到这儿 他想到了前嫌 他无聊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与他们沟通啊 于是男主立马准备好了工具 开始与无内的飘飘们对话 首先呢 当然想知道几人的名字了 几位呢 都很配合 意义回答 之后有一点没有忌讳的 问了人家是怎么没的 这前两位倒也没有跟他记验 还是很配合的回答 并且其中还有位 很热心的小姐姐 准备手把手的 叫他上吊的操作方式 与上吊的心得 可能是害怕他学不会 之后更是当着他的面 掩饰了一次自己上吊的情况 不得不说 这个小姐姐的鬼品 是真的好啊 但是最后这个大姐 就很不配合了 说起这个 这也算是男主梦犯最先 最近看过鬼仙 电仙之类的小伙伴都知道 仙儿来的时候呢 你是不能问人家是怎么没的 于是大姐很不客气的告诉男主 自己是穷死的 说完别哈哈大笑的嘲笑男主 男主先是看了看窘迫的大姐 再想想自己现在的遭遇 自己现在活的不就跟鬼一样 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鬼呢 最近骂人家会穿墙还会瓢 自己有个啥呀 于是男主大喊一声 离开了出租屋 下落不明 故事到此结束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穷恐怖啊 对吧 故事 红色的女人 大部分的都市穿梭 都发生在晚上 但如果你晚上出去溜达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红色的女人 那我劝你还是赶紧跑路吧 男人夜晚出来都疯得愁 她的注意力便被站在桥边的一个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所吸引 于是男人迫不及待的上前大善 毕竟这不正是自己所等待的机会嘛 说什么兜风其实都是假的 把妹才是正事嘛 不过在大善晚上后 女人竟是直接的准备带男人回家了 进展都这么神速嘛 就没有想再矜持一下下嘛 看到这我才明白啊 原来都是老海王啊 来到了女人的家 男人才发现女人家的灯 为什么都是红色的呢 对此女人解释 是因为自己患了一种怕强光的病 所以自己只能晚上出去钓鱼 所以晚上家里只能点这种灯 再说家都来了 你还有什么心情演出什么灯吗 慢慢长夜的两人要对着看灯 之后经过一番大动 画面一转 男人醒了 再看到女人此时坐在灯下 不是在忙啥呢 影院中男人发现了女人 似乎在摆弄着什么手套 刚想到这里 一股痛感从男人的手上传来 那哪里是什么手套啊 那根本就是自己的皮肤啊 接着经过男人大叫一声 但声音却引来了女人的目光 再看女人 她的脸上此刻居然没有皮 于是男人想赶忙逃离着一旦晚了 她跑不了了 故事六 自动拼字 现在发展信时 输入法的自动拼字功能都非常好用 只要你输入第一个字 它就会显示出来 你最近打过的字 或句 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某天 它会突然出现一些 你没有打过的文字呢 小侄每天给女友发短信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自动拼字的功能 相当好用 发送密语方便快捷 既不耽误与女友恩爱绵绵 又不耽误食用母亲的爱心早餐 小侄的父亲去世的早 家中全靠母亲乘着 好在小侄的成绩还算不错 但母亲很是行为 可是最近小侄要考试了 但母亲发现小侄却经常熬夜玩手机 深究下去 她发现小侄居然搞对馅了 于是当晚在小侄放学准备回家的时候 她母亲给她做了好吃的肉饼 吃着小侄满嘴流 一不小心就撑着了 吃饱喝足后 她就想到了女友 然而在给女友发信息的时候 她发现了手机上的自动拼字 似乎很不对劲 平时的爱来爱去 怎么变成了四分五裂的肉丸子了 给女友打电话吧 没有人接 问母亲是不是趁自己上课时 动了自己的手机了 却发现母亲此刻还在搅肉馅呢 只不过这肉里怎么还有几根手指 再联想到刚刚的那些词汇 小侄忽觉威力的东西突然上用 接着吐了一佐子 女友的肉 故事到此结束 扭曲的母爱太过于恐怖了 好了 六个短小惊悍的恐怖都是传说 到这就结束了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个呢 还有如果没有看懂的话 也欢迎评论留言 咱们一起探讨 那行吧 今天就先到这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